大家好,我是小北门 听说海之爸和谢宝王合并了 还换了新老板 皮老板和老谢沦落到去摆摊抢生意 跟着小北门一起看看吧 一大清早 老谢拖得光不出流的,准备洗澡 皮老板潜伏在浴室的拖毛膏里 正打着偷挂护刀上的毛呢 老谢要剃毛 后果领子就给低了起来 变成一只没有感情的挂毛机器 跟老退土机是得推得溜干净啊 此刻想对老皮说 换毛膏了解一下 回到家以后跟老婆交差 你不让我偷一根毛吗 你看我偷回来了一肚子 妥妥的一条小皮饼 原来偷毛的目的是 结合皮老板和老谢的DNA 制造出一个二人的结合体 再去想招搞秘方 很快结合体制作完毕 他就叫皮老谢 皮老板刚要告诉他作战计划 啥也别说了铁子 哥们心里早打算好了 你就等着卡号吧你 老皮在谢宝王门口 等着皮老谢凯旋 没什么想 这双面间谍还真搞到手了 给老皮美貌都惊掉了 不仅如此 谢宝王也被收入囊中 老谢也让人家给卷出去了 而这一切靠的都是真诚的握手 老皮一握上去 查那 你怎么神仙享受啊 来个奶粗啊 再附加个按摩 最后疏通疏通经络 这给皮老板得劲的 你的握手让我好疏忽啊 那么好 从现在开始 海之霸也是我的了 前一秒还仙气飘飘 后一秒就让你感受社会的闲恶 老谢更惨 白日嘎子要饭呢 自己的铁饭碗都要没了 太赶着回味握手的感觉呢 可脏点心吧 人家大翻脑子把海之霸都叼过来了 店里的客人也对现在的谢宝赞不接口 就因为里边加了一丢丢的海霸壶 这海绵也是爱上了皮老板的神仙握手 才给他打工 事已至此 往日的死对头决定合作扳倒皮老谢 A计划 皮老谢去倒垃圾 俩人在垃圾箱上蹲点 叮光呢 一顿激烈的打斗 我行呢 这二打一不得稳赢啊 实际上是俩人让人出来不够呛 B计划 抢不回餐馆 就抢客人 贴个小箭头 指着他俩略嫌寒酸的小摊 还真有客人光顾 结果下一秒就中了计中计 撞我一下也就算了 你还用到大屁股一排呗 我一个办法 只能甜脸回去应聘了 小海棉这人工风扇可是挺带派 正好现在招两位电经理 主要工作就打扫厕所 在脸上多少沾点臊的话 还不都赖皮老板干的好事 这俩人就开始内讧 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干起来了 这家伙的下手会挺狠 不知道的还嫌电汉呢 隔壁客人在蹲坑看书 也是无辜躺乡 这一顿跟头挖 这破马杖飞的干的呀 皮老蟹被气的 突然人格分裂 身体里的一半老皮 和一半老蟹吵了起来 说着说着也动起手来 结果两个结合体的身体 也被自己给拉开了 二位分身莫要惊慌 先握个手再说 俩人一握手 这上头的感觉 舒服的原地花成了西汤子 最后老蟹上去给老皮一脚 帮他吐吐毛球 老皮和老蟹一起合力化解危机 精诚合作携手共赢啊 整的我也想感受一下 皮老蟹的握手了 到底是怎么上头的感觉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